各位朋友好 这里是小民之心 武汉肺炎疫情爆发之后 一厢备受冷落的李克强 突然成了中央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的组长 并且亲自进入了疫情非常严重的武汉市去视察 这使得李克强一下成了万人注目的人物 直到四十多天之后的三月十日 习近平才布李克强的后尘来到武汉市 而这个时候 武汉肺炎疫情已经基本得到了控制 单单去武汉视察这一件事情 就让李克强和习近平二人高下力见 详情之下 习近平就显得非常的猥琐不肯 值得注意的是 就在李克强视察武汉的第二天 习近平接会见世卫组织总干事的时候 忙不迭的告诉外界 他一直都在亲自指挥 亲自部署 这显然是想消除李克强亲自去武汉造成的巨大影响 防止李克强盖了他的风头 可以说 在此后的一个多月 无论是一再召开政治局常委会 还是其他的会议 习近平其实只有一个目的 那就是要告诉外界 是他习近平在领导抗击疫情 而不是李克强 最荒唐的就是 习近平在17万人参加的一个电视电话会议上 向外界仔细罗列了 自从疫情爆发之后 他所做的所有工作 唯恐外界不相信 他在亲自指挥 亲自部署 习近平费尽心机所做的这一切 其实只是针对李克强一人而已 李克强未必有不沉之心 可习近平却真的有防范之意 这场突然爆发的疫情 无形中放大了他们二人的言行 让习近平对李克强的记恨和担心 彻底的暴露无遗 由于没有能够在疫情爆发之前 采取有效的措施 遏止住疫情 结果面对严重的灾难 习近平当局在慌忙之中 采取了极端粗暴 极不人道的封城手段 来阻止疫情的扩散 这种不惜代价的方式和手段 造成了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 也造成了习近平当局 他们意想不到的经济困境 在封城一个月之后 全国的疫情还非常严重 习近平当局就已经感受到了巨大的经济压力 习近平在2月23日的17万人大会上就释放出了要不惜代价 复工复产的信号 说什么经济社会是一个动态循环系统 不能长时间停摆 只是习近平当局低估了他们所采取的极端措施 对中国的经济 特别是对中国的产业链的严重影响 中国这架具有巨大惯性的机器 一旦陷入了停止 重新启动可并不容易 3月16日 今年头两个月的官方经济数据发布之后 中国经济下滑的惨烈程度 远远超出了大多数经济学家的估计 BBC在随后的一篇报道中提到 无论在中国哪个角落都能感知到这场经济激动 但当揭开冰山一角看到数据时 还是令人倒抽一口冷气 可以想象 就是这样一个令人震惊的数字 恐怕也还是做了相当程度的修饰 真实的经济情况可能更加恐怖 习近平一再强调 他在亲自指挥亲自部署 那中国发生的一切重大问题的责任 当然就会落在他习近平的考误上 经济迟迟不能恢复 这当然会让习近平再次感到焦虑 似乎就是为了替复工复产制造舆论 此后各地的疫情迅速开始降低 并开始清零 只是相关数字根本就无法让人相信 社交媒体上更是不时传出一些地方政府的内部文件 显示当地的疫情大大高于当局公布的数字 显而易见 这些地方造假的背后一定受到了上级的政治压力 他们只得为复工而疯狂的造势 面对外界的质疑 中共的喉舌环球时报的主编胡锡进 曾经发表了一篇文章 题目是 坚决防止任何地方为了捍卫零增长而瞒报 把这个话题给公开化了 出乎外界的意料 身为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的组长的李克强 竟然在会议上公开表示 各地要事实求是 公开透明发布疫情信息 根据环球时报3月24日的报道 李克强说 目前中国大部分地区连续数日新增确诊病例零报告 这当然是民众期盼的 但是疫情统计数据一定要及时真实准确 不能为追求零报告而隐瞒漏报 事实上 从疫情爆发至到现在 中共当局公布的疫情数字 一直都有所隐瞒 这原本就不是什么秘密 在这个时候 李克强表态 要求不能为追求零报告而瞒报漏报 显然这别有深意 李克强还强调 国内外流行病学专家 通过建立各种数据模型 对疫情走势进行了科学研判 普遍认为此次疫情不大可能像当年SARS那样突然消失 因此必须做好持久的疫情防控思想准备 李克强的这番话实际上承认了有些地方的清零报告 并不可信 更重要的是 李克强告诉外界 根据专家的研判 这次的疫情不可能突然消失 那当局宣布疫情清零 这等于是自欺欺人 李克强的这番话讲的入情入理 然而言外之意却也显而易见 他的重点明显的不同于习近平 其实这已经不是第一次显示出李克强和习近平的不同了 春节过后不久 当疫情还非常严重的时候 习近平就已经多次表示 要实现今年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尤其夸张的是 习近平在2月18日 分别与英国首相和法国总统通电话的时候表示 中方有信心 有能力 且仍能实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任务 对于习近平来说 2020年非常的特殊 这是他两个100年目标最关键的一年 他一定要在这一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任务 按照中共当局的说法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指标是到2020年 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翻 一般认为 完成小康社会的翻翻指标 需要在2020年实现6%左右的经济增速 从目前来看 这个速度根本就不可能达到 根据BBC的报道 总部为伦敦的经济学人智库预计 中国今年GDP增长率会大幅下调到2.1% 而根据美国媒体彭博社的报道 由于中国一季度经济数据可能不及预期 彭博社的三位经济学家下调了对中国2020年经济增速的预测 由5.2%大幅下调至1.4% 从这些经济学家的估计可以知道 中国今年的GDP增速会降至历史新低 肯定会大大的低于习近平当局去年公布的GDP的数字 这次疫情最严重的地方之一 锦铃武汉的黄刚市近日表态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 在毫不放松抓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 要把疫情影响降到最低 努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实现决胜全面建成小刚社会 决战脱贫攻坚目标任务 完成十三五规划 要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 把思想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 在抓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前提之下 围绕全年经济目标任务 坚持目标不变 任务不变 指标不降 把实现经济目标任务和四个意识 两个维护连在一起 这分明就是在告诉外界 能否实现既定的经济目标任务 这关系到了对习近平的态度 然而根据路透社的报道 李克强虽在近日公开表示 所有相关部门在考虑全年工作的时候 都要把稳就业放在重中之重的位置 并称只要今年就业稳住了 经济增速高一点低一点都没什么了不起的 李克强在这个问题上还算是实事求是 这番话反映出李克强的头脑还算冷静 既然明知道经济会衰退 根本就没有可能实现高速增长 不如索性就放弃对增速的要求 转而强化就业 而习近平在这种情况下还提出不切实际的高速发展目标 根本就是在逼迫地方造假 从目前来看 中国经济的形势非常的严峻 此前是国内的企业由于各地封城封路 而导致产业链被打断 无法正常的复工复产 经过这一个多月的准备 形势似乎刚刚刚有所好转 然而疫情却在欧美又爆发了起来 许多大型的国际企业停工停产 在经济全球化的时期 国际形势的变化 势必会影响国内企业的器材供应和产品出口 有报道说 由于国外订单的取消 广东江苏的一些重要企业 相继停工停产甚至倒闭了 中国或面临二次冲击 环球网近日报道 相比此前的中国工厂停产 目前疫情大范围肆虐 给全球制造业供应链带来了更为全面的冲击 在全球经济高度相互依存的情况下 海外疫情严重化 将再度反噬中国的经济 而使其面临新的风险与挑战 可见这种危险的局面 就是环球时报这种 一向以歌功颂德为能势的党媒 也不得不加以承认 更可怕的是 由于这两个多月的停滞 国内百姓的消费能力 更是严重的削弱 有关当即为了营造经济复苏的气氛 多地的高官纷纷高调的下馆子逛商场 忽悠市民们出来消费 对于习近平当局而言 今年最大的不确定因素 很有可能就是经济问题 如果说武汉肺炎疫情 是一只惊人的黑天鹅 那么经济崩溃 就是一只难以阻挡的灰犀牛 这对于定于一尊的习近平来说 绝对又是一次严重的挑战 而且很有可能会动摇 他的一尊地位 有一个成语是逆取顺手 就是采取非常的手段夺取权力 采用循规蹈矩的方式来守护权力 面对愚蠢而霸道的习近平 李克强显然处在顺手的位置上 实际上在就任国务院总理以来 李克强并没有表现出什么特殊的才干 基本上是循规蹈矩而已 在正常的情况下 李克强这样做当然会显得极为平庸 但是在习近平为了显示他自己非同反响 而一直胡作非为的情况下 李克强的这种选择反而衬托出了他的高明 习近平的失误自然就是李克强的成功 李克强只要就这样按部就班的做事 他的微信就会越来越高 关键在于他旁边有习近平这样一个又愚蠢 又张狂的家伙来做对比 可以想见 今年注定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一年 什么大事都有可能发生 还是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好 关于这个话题今天就说到这里 小明之心谢谢各位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